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嫁回去算了 从这里走回去 还要整整两天 这样下去 阿达的脚 阿达的脚会烂掉的 我的乖女儿啊 你听我说 何一璇她已经变了 大家都以为她阿达是病死的 但是我看到 是她亲手掐死了自己的阿达 为了自己的野心 能干出这种事情 你要是嫁过去 不知道那个畜生 又会对你做出什么事来 这桩婚事 我是死也不会答应的 可是 皮肉之苦也好 别人说我们墨家 不守信诺也好 阿达都守得住 如果为了这种 所谓的家族颜面 就要用你的一生幸福去换 那这样的家族 灭了也罢 阿达呀 我唯一的女儿啊 你才是我要守护的家呀 好了 别哭了 给阿达唱一首 你最喜欢的龟香瑶吧 阿达呀 最喜欢看阿达的笑容了 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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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最喜欢阿达的笑容 阿达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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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达 阿达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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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懒得管你们之中 谁是知识狼了 史卫长 嗯 把阿欲要待唤 剩下的 全部撒光 组长 你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好小姐的 一 二 三 四 有两小子 我想起来 听说莫组长熟了个奴隶 只要给钱 就是一条什么脏活都干得够 说的就是你小子吧 没了主子 不过就是条野狗罢了 还敢这么猖狂 我和一家可不能让人看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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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到下一个 墨家已经没了 现在还剩四家 听说四大家族为共识 王族长没有反抗 大人何必赶紧杀去 我只是要他们交出知识郎首级 可没要他们灭族 不可 就随他们闹吧 但 这些都在大人的算计之中吧 难不成 难不成你对那个外族人动了侧眼之心 你爹把你托付给我 到这边关磨练是因为他相信你日后必成大财 你可别辜负了我们河东陪氏的期望 墨族长是条好汉 嗯 是我见过的最有骨气的人 即便他是卑微的外族人 也理应受到尊重 大人 我替他不平 英雄 论的是成败而不是骨气 要么有骨气的死铺是荒野 要么没骨气的活 为了成就大业 裴行员 你选哪个 五大家族 过了今晚 我要他们只剩一架 你们俩怎么来了 不是说要交给孩子们解决吗 你呢 这么急着出动所有兵马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 哼 彼此彼此 我说 你们两个没注意到 后面何一家的那支部队吗 何一家哪来这么多兵马 那是等活了我的佣兵 何一玄这家伙 这次还真是下血本了 他那点家里 请得去吐火罗的用兵 这土崽子 怕不是把所有家族都押上了 不留退屋啊 鱼姬家族听令 跟随我 全速前往废弃一战 退屋家族 给我盖上 赖家的勇士们 拿出真本事来 一步都不得落后 沙城堡即将来临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沙堡 能不能听过局 就看阁家的本事了 你来当下一个 何一家族的沸沸 侍卫长不过是块头大底 能赢过他算不得什么本事 不过 玄 这摊烂肉我出一千头羊和你换 这个奴隶 我要了 喂 给我听着 我是鱼姬家族的次子 鱼姬牛螺 现在我恩准你加入鱼姬家族 为我效忠 喂 你听到没有 我是在给你活命的机会 你的主子已经死了 你所服侍的家族也已灰飞烟命 你没有必要 再问一个怪人 不是狗子 你也不是外人 是咱们 何悉了 是条狗子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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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